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我來首爾站的樂天馬 讓大家看看這裡有什麼好賣 好可愛 我出了匙巾和筷子 多少錢? 7500元 其實 我買了 我買了幾個 很可愛 很可愛 真的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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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要 不可以 我想要比較好 可以嗎 大家是不是很喜歡這些鍋 那就是5600元 4600元 是根據size 而定的價錢 我個人覺得有這些計劃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這些的話 太熱 你不知如何拿 我決定買這個 因為打算煮一下湯 所以買一些厚一點 質地的鍋 就是這個 冰櫃 韓國人真的很喜歡去膠油 所以冰櫃是不少的 這個不是新的 我以前沒有這個 對 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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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些 噴妝 如果大家喜歡送中機的話 可以買 有2000元的折扣 送3D的Postcard 大家快點來買吧 這個是大家都非常瘋狂的 有藥味的M根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好用 這支豆奶有很多韓國人喜歡喝的 有分A和B 我自己喝過 我覺得它是比較濃的豆奶 所以我不太喜歡 但如果是喜歡很濃郁 然後稠一點的豆奶 就可以買 它有這些合裝 又有這些 紫合裝 我記得它還有這些 分開買的 但是這裡我看不到 Panana Panana 這個是最新出的香蕉味米酒 現在很流行 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可以買呢 這個就是IU代言的酒 對 一杯六瓣 大家有沒有喝過呢 這個也是非常好喝 如果香港有的話就不用買 如果香港沒有就在這裡買 來到這個麵包店 這裡的麵包我覺得挺好吃的 不過大家如果是有時間吃才可以買 因為它的時間通常都是很快就過期 而且晚一點來呢 它就會有Discount 可能就是7000元 7000元兩包 如果在平常市場市場 你會看到這個尺寸的巧克力醬 但是呢 來到一些大的市場市場 就會有這些小的 和不同的牌子 然後這些呢 就是裡面有蜜糖的 叫做Gulhu Do 這隻沒有栗子 這隻有栗子 是挺好吃的 不過也是那句 很快過期 最近除了好衰陸的綠茶醬 都出了這隻 這隻是3280元 便宜一半 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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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吃 我想說這些冷藏食品 是非常好吃 可惜大家是不能拿回香港 尤其是這些Kimari 如果大家有時間 有廚房的話可以試吃 這個是有芝士在裡面的 腸仔 非常好吃 這個可以買 在很久之前呢 我會特意買這些回香港 但是發覺香港也有 嘩 這個好吃 這就是噴襯它 萬瓦 你可以選擇這些 pack好的 或者是叫它pack都可以 像鞋 也可以叫它pack 100g萬瓦 也挺便宜的 在香港 很便宜 很便宜 這個非常好吃 是有些 女池 是什麼呢 有那些魚植 然後這裡是泡菜區 我自己覺得 這隻 重家節是最好吃的 它有出這些瓶裝 這些pack裝 或者小罐裝 我建議大家可以買這些瓶裝 好一點 這裡有各類的魷魚 可以叫它包 可以試吃的 大家可以試吃了才買 這個是明太子 很鹹的 但是 也可以試試 100g三千元 出飛 如果不想去餐廳吃 你也可以去買這些 我覺得都不錯 來到這裡就是山肉區 有牛肉 有山 大家應該不需要的 這裡是賣魚的 前面是賣菜的 這個 16,000元 山呢 這裡沒有什麼 這是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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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醬汁 有醬汁 這是雜妹 這些都推薦買 如果喜歡吃香蕉乾的朋友 又喜歡吃蜜糖的朋友 你們有福 這個honey banana chips 聽說這個 香港很多人找 這裡有很多 還有綠色芥末味 我覺得這個好吃 紫菜 不過是濕和厚的 它是超級鹹 但是它的送法是非常一流 這個區域有非常多的生的東西 這個鞋子也很好吃 這個waffle 這個是牛油waffle 我每次去市場市場 都看到很多外國人搶著買 我自己沒有吃過 不過 既然很多人買 應該都好吃 而且這個也很好吃 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是real cheese chip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這是puchimgaru 但它跟海鮮品的不同 這些就是放一些韭菜 或者蝦 一起去做 如果大家是喜歡煮食的話 我建議也可以買這些 puchimgaru 有很多牌子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牛肉粉絲鍋 它就是tukbegi purgugi 這個是它的sauce 大家只要放些牛肉 粉絲 蔥 下去煲 就可以了 這個是同行的韓國人朋友 推薦大家買的 他說是 對身體好的辣椒醬 如果大家喜歡吃淡的東西 大家可以試試買這個 是一些 好像雪龍湯一樣的東西 它是非常清淡的 它一包有五個 它是這樣一包包的 看到嗎 可以分五次吃 它這裡寫著 是你扔一塊 進去 然後加水 然後 煮滾 就可以吃了 它有罐裝芒果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大家很喜歡的 一盒飯 其實 我以前旅行的時候 都會特意捧這盒飯 但是其實 很重 不過呢 這些盒裝飯是真的好吃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謝謝